梁山好汉中有这样一个人 只要女人沾上他 一定没有好下场 这人呢 就是狡猾的宋江 他究竟做了什么 和女人之间都有哪些渊源 带着疑问一起来看一看 说起梁山好汉 想到的都是有情有义 他们身不由己 登上梁山聚集在一起 在此之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 而且每个人各具特色 作为梁山的头号人物 宋江是凭借救人于危难之中 被江湖人称之为吉时雨 别看他长得黑 身材矮小 没什么攻击性 实则啊 标理不异 他的野心非常大 带着众兄弟走上昭安的道路 因此不少人丧命 这些阻止多谋武功了得的大老粗们 都没逃过他的魔爪 那些被他盯上的女人 都有什么样的下场呢 回看宋江的经历 在她的生命中也出现过几名女性 虽然数量不多 但是呢 只要被他盯上 每一个的下场都是非常悲惨的 第一位 燕婆夕 这个女人多多少少有点咎由自取 在宋江放荡不羁的一生中啊 燕婆夕是她最无法忽视的一个女人 出生苦命的燕婆夕 以唱小曲为生 在她短暂的一生中 经历了无数的坎坷 燕婆夕生在寒门 早年就失去了父亲 家中太过贫苦 就连安葬父亲的钱也没有 好在她遇到了 见不得人间疾苦的宋江 在宋江慷慨的帮助下 她得以妥善处理好父亲的身后事 俗话都说 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 在得到宋江的帮助后 身无分文的燕婆夕 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恩情 她陷入了纠结之中 在一番沉思后 燕婆夕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只有以身相许 才能报答这份恩情 其实啊 嫁给宋江 燕婆夕不只是为了报答 在黑暗混乱的北宋末年 只有这样 她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燕婆夕认为 自己遇到了此生的贵人 她没想到的是啊 在跟了宋江以后 渐渐地发现 和自己预想的生活并不一样 宋江根本没有时间 将心思放在她身上 她整日在江湖大义上忙碌 一两天倒是无所谓 可是时间一长呢 燕婆夕经不住诱惑 再加上心有不甘 她私下和宋江的同事张文远 勾搭在一起 燕婆夕红杏出墙 宋江却还是相安无事地生活着 只知道沉迷在武枪弄棍之中 宋江不理会她 燕婆夕也乐得自在 按理来说呢 只要宋江不发现 这样的日子应该可以继续过下去 可命运就是喜欢捉弄人 充满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 燕婆夕在发现宋江和梁山互通的那一刻起 死亡的脚步正慢慢地向她披进 原来是燕婆夕在无意间翻看了宋江与朝改之间互通的书信 抓住了宋江的把柄 孤苦无依的燕婆夕 为何说她死有余辜呢 本来就心有不满的她 顿生一计 燕婆夕狮子大开口 向宋江索要一百两金子 还要宋江将所有家产全部给她 威胁宋江把当初牵下的卖身器烧毁 面对这样一个步步紧逼的女人 宋江万般无奈 为了掩盖私通这件事 宋江只有一个办法 她拿起长剑 结束了这个女人的生命 本以为自己占据上风的燕婆夕 没想到惨死在宋江手下 她的死呢 也是咎由自取的结果 她太贪得无厌 那接下来的这个女人 她惨死的原因就是死有余辜了 第二位 刘高的夫人 也称她为刘之寨夫人 她和燕婆夕的经历有点相似 接受过宋江的救助 但不同的是 在面对宋江对她的救命之恩 刘之寨夫人却没有报恩 不报恩就算了 她还恩将仇报 想将宋江置于死地 最后的结果就是 她不仅作死了自己 还把自己的老公刘高 也作死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初宋江遇难 被迫上了青丰山 在此处恰好撞见王英 要抢娶刘之寨夫人 本来呢 宋江上青丰山 是为了投靠花容 而刘之寨夫人 正好是花容的顶头上司 刘高和花容二人之间 互相不待见 但是要共事 在面子上还算过得去 宋江会救刘高的老婆 一方面她见不得这般强取豪夺 另一方面 她是为了做个顺水人情 宋江在救刘之寨夫人的时候 也是煞费苦心 在她的一番劝解下 王英最后选择了放人 面对宋江的仗义之举 按常理来说 刘之寨夫人应该感激 想着如何报答才对 没曾想到 这份恩情被刘之寨夫人视若无睹 甚至还恩将仇报起来 在她安全下山后 正好碰见宋江投奔花容的场景 于是便认定宋江是山头上的老大 一定是来和花容组队的 这样一来 对她老公刘高非常不利 于是 在元宵看灯的时候 她怂恿自己的丈夫 将宋江抓住 然后处死她 这夫妻二人 真是臭味相投 刘高就凭借老婆的三言两语 她连想也没想 一气之下 强行捉拿了宋江与花容 宋江救下刘高的老婆 她为何还要恩将仇报 平时在身边人眼中 刘高就是一个为所欲为 乱行法度的人 她毫无缘由地捉拿宋江和花容后 一时间 诸多英雄好汉联合起来反抗她 趁乱战 宋江被人救出 在她的谋划下准备来一个反杀 之后 刘高一命呜呼了 她的老婆呢 因为恩将仇报 刘之寨夫人被燕顺一刀刺死了 没有看清形势 将自己的小命搭了进去 燕婆夕与刘之寨夫人这两个女人 她们是真的死有余辜 接下来惨死的这个女人 实在是太无辜了 她平白无辜地断送了一生 最后落得独守空房 成为了寡妇 第三位 花容的妹妹 其实啊 在宋江结交的众多朋友中 花容对她来说 非同一般 面对宋江的决定 花容基本上是言听计从 就连自己妹妹的婚姻大事 她都会听从宋江的 正是因为这样 宋江一句话草草敲定 当她被燕顺 郑天寿等人救出来后 和刘高一起陷害宋江的黄信惨败 得知消息后的秦明大怒 于是她打算和清风山的人决一死战 未曾想到的是 秦明战败被绑到了清风山 宋江见到秦明 她认为这是一个有用之材 于是便开始说服花容 将秦明收入麾下 为了能让她归顺 宋江还煞费苦心 派人放货烧了村寨 放出假消息称 这些都是秦明所为 最后 害死了秦明一家老小 事情发生后 宋江为了安抚她 自己擅作主张 将花容的妹妹许配给了秦明 如此草率就决定了一个妙龄姑娘的命运 为了兑现承诺 宋江将花容之妹 嫁给了中年大叔秦明 都说强扭得瓜不甜 二人成婚后呢 是郎无情且无义 更让人惋惜的是 可怜的妹妹 在出嫁不久后 丈夫秦明就战死沙场了 她被迫守了寡 彻底断送了她幸福的一生 她的结局 都是宋江一手造成的 第四位 护三娘 这是被宋江害得最惨的一个女人 她是宋江的义妹 因为当初在守卫住家庄的时候 护三娘表现十分出色 再加上呢 她生得非常好看 年轻貌美又有能力的她 被宋江认作了义妹 会有这样一出 其中的原因十分的凄惨 原来是宋江看上护三娘的能力后 派人将她掳上了梁山 之后 在阴差阳错之下 宋江的跟班李逵 她错杀了护三娘一家老小 为了平息这件事情 宋江无奈之下 对外声称 护三娘是自己的义妹 她老爹的干女儿 然后将护三娘取配给了王英 任义妹这一系列操作 都是为了掩盖 她害死护三娘一家的事 自从嫁给王英 护三娘的婚后日子还不错 可是呢 梁山跟随宋江昭安 她的生活就改变了 争讨方辣的时候 王英战死在了沙场 护三娘为了救丈夫 惨死在战场上 和宋江有渊源的四个女人 没有一个结局是好的 回看这些女人的经历 从燕婆西到护三娘 只要沾上宋江 没一个好下场